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们将继续走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这一站我们将要探访的是风湿免疫科 该科室是国家临床重点学科 是北京市风湿病重点实验室 在风湿病的新型诊治方法应用上 居国际前沿 风湿免疫类疾病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难题 但是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有这样一句话 没有治不了的风湿病 所以我们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 今天到场的三位专家 栗战国攻坚类风湿四十年 让类风湿牢牢在他的掌控下 何京 免疫疾病的侦察员 不放过患者身上的每一处风吹草动 甲元 痛风患者的救星 让无数痛风患者摆脱痛苦折磨 让我们有请栗战国主任医师 何京主任医师 和甲元主任医师 欢迎三位 首先我们就有请栗主任为大家送上健康忠告 我今天带给大家的健康忠告是 只要规范用药 没有治不了的内风湿 我先告诉大家一个故事 一个内风湿关节的病人 关节肿痛老是好不了 那这个患者在外地不少医院看了很长时间 包括他自己用的方法是 用风毒来遮探这个手的关节 你看每个关节地方都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痕迹 然后背上也是疼痛 也同样是风遮的 觉得病人是多么的痛苦 他宁可拿这个风来遮那个地儿 也愿意承受 那因为经过一些治疗并不理想就不得不用这种所谓的偏方 但这种治疗始终没有把患者的关节给它控制得住 然后我给他讲应该规范的加上一些治疗内风湿关节的药物 长期的规范用才能使这个病人得到很好的缓解 之后病人就一直在闻针随针 现在病人完全正常的 基本上没有关节的疼痛和正常的一样 这是第一个病例 如果要是用错了方法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雪上加霜 关节就会慢慢地急行 甚至残废 那另外一个病例就是来自河南的一个患者 自己在家开的店 就坐着轮椅来卖货 那因为他疼痛 肿脏很厉害 关节有些活动不便 那在美景看病的时候 结果查体发现 病人的关节只是肿脏 疼痛 它并没有完全形成一种僵化 关节狭窄 所以是可治的 结果经过很规范的内风湿关节的用药 病人慢慢地改善了疼痛 肿脏 缓解 那从坐轮椅改成主管 最后慢慢地又可以涉及活动 就可以照样开他的店 其实基本上像一个正常人一样 在生活 而且在工作 两个病人 一个是并不是很重 另外一个病人非常之重 经过很好的治疗 患者完全可以缓解 所以只要规范治疗 就没有治不了的内风湿 是的 所以通过这两个病例的介绍 我们也能够充分地感受到了 只要是在医生的指导下 正确规范的用药 无论是轻还是重的内风湿性的疾病 都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的 都是在您的掌控之中 是 明白了 所以规范用药就非常的关键了 那这个规范用药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内风湿治疗其实简单讲的话 就是两类药 那么一类是治本的 要用一些药物是病内的免疫 异常得到控制 是炎症得到缓解 那么第二类药就是关键疼痛 肿胀减轻 所以两类药都要给上才行 一个治本一个治标 对 在开始的时候 患的疼痛肿胀比较明显 给他换了一些 环境疼痛小肿的药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一直靠这样的药物用 病人很难控制得住 只要停药就会复发 所以要加上刚刚说的第一类 要用这本的药物 常用的就是 就是基安提令 我们的莱夫米特 羌绿葵 这些很专业的药物 治标的药主要是 一些环境疼痛的 像我们知道的 像布洛芬 像福塔林 还有勒松 这样的药物 所以您的意思是 规范用药 不能单一的用药 应该是要联合用药 是吗 在病人的不同阶段 用的药是不一样的 往往在开始的时候 要用比较积极的 缓解疼痛的药 要慢慢给上 这些治本的药 两类药都可以给 经过一段时间 往往经过几个星期 止疼药就可以往下减了 那病人疼痛减轻了 就是靠治本药 就可以治得比较好 为什么强调治疗 类风湿药治本呢 就这是我们正常的关键 你可以看到 这是关键有滑膜 外边有软组织 然后如果出现雷风湿的话 那这个滑膜就增厚 一些局部的一些炎症会出现 就出现一些炎性的细胞 分泌很多的一些不正常的 刺激局部的滑膜 肿胀疼痛的一些因子 所以引起滑膜的增厚 关节肿胀 最后急行 那指标的那些药 包括一些偏方 只能是疼痛减轻 那些炎性因子 可能有些减少一些 但没有从根本上 把这种滑膜的破坏 把一些炎性细胞的这种 它的增多给它控制得住 所以很难制止了本 只能是临时环节 停下来就会复发 所以内风湿病 仅仅靠偏方控制不了 必须加上真正的 我们叫慢作用抗风湿药 这些药其实很专科的医生 才会用 所以非得是风湿免疫的专科 才能给患者开这样的药 给它告诉病人 怎么用多大量 多长时间 这样的联合 才能把这个病控制比较好 所以天外不要紧紧 靠一些偏方密方 靠个密封追着 这个病人关节是治不了的 但是我也跟患者聊天的时候 听他们经常反映这样一个问题 那在吃这个正规的治疗 类风湿性的疾病的药物的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出现 那您是怎么帮助患者 来控制这些副作用的呢 其实药物的不然反应 它发生率还是很低的 包括治类风湿 其他免疫病的药 也是一样 应该是非常低的一个发生率 如果发生的话 医生会给他做相应的调整 比如吃了某种药之后 出现一个疲疹 或者出现一种为了不舒服 那给医生讲之后 医生会给他说 应该在什么时间吃 或者换一种其他的药 所以应该及时去 找医生来复查这个病 来调整相应的药物 一个看看疗效怎么样 改变或者调整药物的剂量 或者是种类 同时注意一下 有没有药物的不良反应 包括定期要插一个肝功 血仓硅 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 好 那立主任请您再强调一下 今天您想送给大家的 健康忠告是什么 好 我今天带给大家的健康忠告是 只要规范用药 没有治不了的内风式 好的 那今天我们现场呢 也请到了青年组 中年组和老年组 三组嘉宾 那听完刚刚立主任的介绍之后 我们内心还会有一些 自己的疑问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到 随堂提问环节 报告 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想问主任 我最近发现 我有一个症状 我就特别地害怕 就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会发现自己的关节 动的时候就很僵硬 比如说手指的关节 它可能只能弯曲到 30度左右 它就不能动了 然后我就特别地害怕 这是不是一个 泪风湿的一个前兆 或者是它的症状呢 好 那我们来看看丁丁的问题 关节沉浆 是否患有 泪风湿性关节炎呢 如果明显沉浆的话 时间很久 加上关节疼痛 就有可能是 泪风湿关节炎 那么泪风湿的关节炎 在沉浆时间 一般会比较久 多数在半小时 一小时以上 动一动会慢慢改善 有的人可能沉浆半天 到中午以后 才能慢慢好一些 那就是长达几个 多小时了呀 重的是这样 但有的类风湿 并不那么突出 可能沉浆时间 也就是那么 20分钟半小时 都可能的 其实还有一些关节 像骨关节炎 其实也很有沉浆的 就一种老年人 得的这种关节 肿砸疼痛 它不是类风湿 但同样沉浆 但那个沉浆的 往往时间比较短 程度会比较轻 所以只要出现 明显沉浆 关节有疼痛 一定要看 风湿免疫科 你不是类风湿 就是类外类型的 关节炎 那如果要是沉浆 大概也就几分钟 然后活动活动 稍微又好了 这个是类风湿性 关节炎的表情 很轻的一个浆 然后因为没有 肿瘡疼痛 意义不太大 不一定是 但注意去观察 早上用点热水 洗手 慢慢可能缓解了 但如果要是 沉浆的时间 长达半个小时了 症状又特别重 那就得赶紧看看了 对 尤其加上 关节疼和肿的话 就要看一生了 明白 非常的清晰了 我们看还有哪一组的 嘉宾有问题 报告 我有个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年龄大了 所以对身体的这些 各种现象都特别的重视 总害怕到时候有一些 没有发现的这些东西 影响我们的身体机制 所以有时候在 冻凉水的时候 像我们经常洗碗 洗菜 所以一用凉水 手就容易什么呀 发红肿痛 所以我想今天 咨询专家的是 手用凉水肿痛 是不是风湿的前兆呢 好 我们看看 刘阿姨的问题是 一碰凉水 关节就胀痛 是内风湿性 关节炎的前兆吗 从两方面来说 如果招整水的时候 疼痛 身体的肿胀 时间很短 以后又没什么事 以后招可能又出现 但不是持续存在的 意义不太大 但是如果这种关节 经常由于招冷水 肿胀疼痛 要更加明显了 或甚至于不招水的时候 也是肿的 或者疼的 要看病了 可能是内风湿关节炎 或者是其他类型的关节炎 所以刚刚听完 立主人的介绍之后 我相信大家心中 也得到了答案 一定要听医生的 规范的用药 才有可能更好的控制 风湿免疫类疾病 带给我们身体的困扰 一定要坚定信心 那一旦要是发生了一些 您不好判断的症状的时候 别耽搁 及时地去就诊 尤其是 很多科室看完之后 您依然找不到病因 别忘了 还要到风湿免疫科 去看一看 所以非常感谢 立主人今天给大家的介绍 接下来我们有请何经医生 欢迎何医生 何医生 今天您要送给大家的 健康忠告是什么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吉林敖冬 安神补脑叶 独家冠名播出 何医生今天想送给大家的 健康忠告是什么呢 我今天带给大家的 健康忠告是 口干眼干也是病 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呢 就是有这么一个病人 他是先去的口腔科 那么在口腔科呢 这段时间就经常去补牙 然后牙根都坏了 而且好多取齿 然后口腔科大夫呢 就建议他来风湿免疫科看看 所以这个病人 就来到我的门诊 然后呢 我看到他的口呢 是非常干的 然后我就问他 你这个口除了牙齿不好以外 还有没有别的症状 他就跟我说 他除了这个牙齿经常坏以外呢 每天还要喝很多水 特别是呢 他吃饭的时候 如果吃到这种干食 比如馒头 他都咽不下去 他觉得他把馒头 磕在嘴里就跟嚼渣子一样 所以说呢 非常痛苦 另外呢 我就问他 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比如说有没有眼干啊 他说他确实有点眼干 而且他有一个最大的症状 就是说遇到事情 或者是看电视剧的时候 非常感动了 那么也没有眼泪流出来 所以说他就说 他有点欲哭无泪的感觉 他这个症状就比较重了 然后我就给他进行了一些 我们常规的一些检查 比如说血里边的这些 干燥相关的自身抗体 他有一些免疫指标 然后最后给他诊断的 就是干燥综合症了 是一种疾病了 对 眼干口干已经到了病的程度了 就必须得好好地治疗了 对 他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有一些口干眼干 因为很多人觉得 这个没什么 但是慢慢地呢 已经出现了一些 比如牙齿已经坏掉了等等 甚至有的患者 还会出现这种 腮线导管的堵塞 反复地出现这种腮线炎 所以说呢 也是要引起重视的 所以可能对于很多观众来说 真的是没有想到 口干眼干居然还是病 而且这个病名呢 叫肝燥综合症 但是我们不太明白 为什么眼干口干 是属于风湿免疫类的疾病呢 口干眼干有很多种 其实大家可能 最开始认为口干的话 有可能是个糖尿病啊 或者说年纪大了以后 口一点干没关系 但是事实上 免疫系统呢 有这样一种病 就是说 我们身体里的这种免疫细胞 我们实际上是一种淋巴细胞 它可能会攻击我们的全身多个系统 那么这些淋巴细胞呢 它本来是我们的健康的位置 保护我们不受细菌病毒的侵害 但是病变的话 当它把我们自己的身体 当成一种危险物 它就会侵犯到我们的身体各个部位 那么对于肝燥综合症的患者呢 它会觉得我们的腺体 实际上是一个很异常的位置 所以说它会侵犯我们的唾液腺 口腔里的各个腺腺腺腺等等 另外呢 它也会侵犯到我们眼睛的 像肋腺呀 减板腺呀等等 所以说当我们的腺体被破坏了以后呢 就会出现腺体分泌的减少 那么患者最早的表现呢 就是口干和眼干 另外呢 肝燥综合症呢 也是一个多系统受累的疾病 我们的这种炎症细胞 会侵犯到我们内脏的各个部位 包括我们的肺脏 会引起我们的肺脏的一些病变 最重的时候会出现肺间质鲜密化 另外呢 会攻击我们的肾脏 那么我们肾脏呢 也会出现肾小管的酸中毒 另外呢 也会攻击我们的肝脏等等 有的病人呢 会出现一个 年纪不大 就出现了肝硬化的 这种免疫性的肝损伤 所以说呢 肝脏综合症 是一种多脏器受累的一个疾病 所以说风湿免疫类的疾病 真的是挺复杂的 有看不见的这种破坏 是它会破坏我们的内脏 那我们的眼干口干 实际上就是一个窗口了 让我们能够及时地捕捉到 身体已经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了 对的 明白了 好 那请何医生再次强调 您今天送给大家的健康忠告 我的忠告是 口干眼干也是病 好 那针对刚刚何周人提到的这些问题 大家内心还有什么样的疑惑呢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随堂提问环节 报告 我有问题要问 刚才听完何主任介绍 我觉得还挺担心的 因为我最近就是觉得口干舌燥 就经常口渴 然后经常想喝水 甚至就是说在睡觉之前 我都必须需要喝水 但以前我不这样 所以我是不是得了这个肝燥症 怎么样去检测自己呢 好 我们来看一看伊林的问题 怎样的口干眼干才是病呢 口干眼干实际上是有一个程度的判定的 比如说如果要是说短期的口干眼干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感冒发烧 或者说有的时候看手机看多了 那种口干眼干实际上也没有什么 是大部分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比如三个月了就要引起重视了 那么我们的眼干也是 如果眼睛总有那种磨砂感 然后每天呢要不自觉的去点这个人工肋液 比如说三到五次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要去眼科 看看是不是有肝炎症 那么对于口干来讲呢 就是最明显的一个症状呢 就是我们有的患者就是他吃干时 就是干的一些饼干呀 馒头啊 面包的时候他是咽不下去的 必须得喝水喝下去 另外呢就是说他的牙齿坏的可能比较多 反复的这种腮线肿大 特别是有的病人就吃了硬的东西 或者酸的东西的时候 正常的时候我们不是腮线分泌吗 他就会出现腮线肿的一个症状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也是要及时地去我们这种风湿美科看一看 哦 而且刚刚依林也提到啊 说有没有一些自己在家里边判断的 小一点的方法呢 在家里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试一下 就是说有一些含糖试验 或者说吃一个面包啊 饼干啊等等 那如果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的唾液线被破坏了 那它就不能正常分泌了 所以说呢 我们含糖试验的时候 糖在嘴里就不容易化掉 那么我们吃这种馒头啊 饼干的时候 它没有唾液的分泌的话 它就是跟渣子一样 在嘴里头咽不下去 所以这个呢 也是一个比较重的一个程度的口感了 难以下咽 好 那我们现场的嘉宾当中 有哪些感觉到经常的口感和眼干 举手示意我一下 哦 主要集中在中年组嘉宾和老年组嘉宾身上 到我们这样就带着两组嘉宾 来做一些相关的测试好不好 那我们现在面前呢 有一个小面包 看起来干巴巴的 那我们就尝试去吃它 然后感受一下我们口腔当中 有没有充分的唾液出现 好 开始 喝水吧 咋子咋不下去你知道吗 一般吃这些东西的时候 多多少要喝点水 再吃这些东西 可能就顺一点 要不然它就抢在这儿了 哦 那口腔当中有唾液吗 阿姨 反正不是那么多 我觉得还好 但是确实我要咀嚼的时间要长一些 像云生这种我做不到 真的就是我要咀嚼 长一点感觉 它才能变着软一些咽下去 但可能比阿姨 感觉稍微好一点 不至于像您这么干 那您根据刚刚依林和刘阿姨的反应 来分析一下 它们现在有没有可能是到了 干燥综合征的程度了呢 我觉得刘阿姨还要看一看 它的牙齿 是不是取齿多 如果取齿不多的话也还好 还有三线有没有曾经这种比较明显的肿胀 肿痛 那么还有没有眼干的症状 因为干燥综合征是一个综合性的疾病 不能光靠口干 那检查眼干 您通常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能不能请刘阿姨到台上来感受一下 哦 也可以 我们眼科门诊有一种检测方法 那么它呢 是像这种叫做SIMO试纸 那么这个试纸呢 就跟我们的绿纸条一样 然后呢 是把它的上半端呢 搭在这个下眼睛里边 因为这个眼睛 这个刺激了眼睛以后呢 它会有泪液的分泌 如果干眼症的患者呢 他就是没有泪液的分泌 他这个试纸条就不会湿下来 但是如果要是说 那个能够一下子就进湿了的话 那就是没有干眼症 通常用这个方法也能够出测一下 好的 我们让阿姨感受一下 也看看通常医生是怎么来做的 一般的话是五分钟左右 然后看它这个试纸的长度 等五分钟的话 如果要是说它的泪液小于五个毫米的话 就是严重的干眼症 那么如果要是说在五到十五毫米之间的话 那么就是一个比较轻度的干眼症 那么如果要是十五毫米以上的话 一般的话是正常的 就是看它的这个刻度是多少 就能够基本判断 是不是有干眼症 也就是有干燥综合症的问题了 对 那么这个呢 如果说没有试纸的话呢 医院里呢 还有一些裂隙灯的情况下 可以看它的泪膜破裂时间 也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有干眼症的患者 它的那个泪膜几乎形成不了 很快就破裂了 所以说呢 泪膜破裂时间太短的话 也是干眼的一个表现 然后我们风湿科的大夫 通常拿到的病例呢 就是眼科 写完病例以后 我们一看 是不是一个很典型的干眼 明白了 好 现在说话的功夫 时间也差不多了 这个左眼是十 就是还行吧 有一点点贡献 有一点点干眼 但是右眼确实还挺干的 右眼是五 这个眼 差不多五在十之间 对 所以说是轻度干眼 但是要是杰和阿姨有口干 有眼干的话 还是去看一看 可以 检查一下美好 对 可以检查 好 原因还挺多的 一定要做具体的检查 好的 好的 你看啊 大家看完之后 还是有一些担心啊 那谁还有问题呢 报告 我刚才听完老师说这个 这儿也干 那儿也干 听到我嗓子也直干 尤其是这冬季 有时候出门在外的 天气有干 我也觉得眼啊 跟那个口也挺干的 所以我就挺担心一个问题 如果我真的得了 肝燥综合症 这个病能治好吗 好 那我们来看看刘帅的问题啊 肝燥综合症治得好吗 这个问题确实是 很多患者朋友经常问的 肝燥综合症 还是一种不能完全根治的病 但是呢 经过正规的治疗 实际上可以很好地缓解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肝燥综合症 容易出现一个脏器的受来 包括肺间治病变 然后肾脏 肝脏的病变等等 然后有的患者还会出现 这种假装 半发的假装腺炎 巧本病 那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得治 否则的话 它会引起全身的病变 那我有一个患者 他呢是上高中十八九岁的时候 被拉进来的 然后因为是血甲低 然后当时血甲只有1.9 然后全身麻痹 是躺着进来的 实际上当时我们很快就诊断了 是肾小管酸中毒 低甲的一个麻痹 他在内分泌科其实住院 在当地住了一个月院 都没有确诊 那我们确实给他用了 比较大量的激素 还有免疫之剂是用的赛克瓶 然后病人很快就缓解了 到后期就只用腔氯奎控制的很好 那么这个患者后来也学了医 现在已经工作在120 然后他这样 最近呢是因为他怀孕三个多月了 所以一个月来我们诊看一次 那还在出还在出车每天 所以说我想说的是 肝脏综合征能够非常好的控制 然后呢可能到后期 就用一个腔力回压等等 就是说就能够维持 但是呢一定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特别是对这种脏期受来的时候 极早期的治疗的话 能够完全可逆 所以说呢还是我们还是有信心的 既不影响我们这种念书呀 生活呀怀孕生孩子等等 都没有没有关系的 听完之后放心多了 但是还是要给大家提一个醒 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呢 是口干眼干 但是还有看不到的一些内脏的受损 所以一旦出现了这个问题 不要误以为是手机看多了 水喝少了所引起来的 还是应该找到我们专业的 风湿免疫科的医生呢 去经过仔细地检查 来帮我们判别 到底是什么样的疾病 找到合适的治疗方法呢 我们的医生有非常多的手段 可以帮您控制症状哦 所以非常感谢和医生的介绍 接下来我们有请 甲远主任医师 贾医生今天要送给大家的 健康忠告是什么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贾医生今天要送给大家的 健康忠告是什么呢 今天我要带给大家的 健康忠告是 小心高尿酸也会伤了肾 我给大家讲这样一个故事 两周前呢 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来门诊看病 别看他年纪轻轻的 但是他已经出现了 肾功能不全 那他是在肾内科就诊的时候 肾内科的医生呢 建议他来我们风湿免疫科 看一看 那我就在问他这个疾病的 一个过程 那在问病史的时候呢 他跟我说 因为他是做生意的 所以要经常的应酬 也免不了大吃大喝 几年前呢 体检的时候就发现了 血尿酸水平是升高的 那他也上网查到了 尿酸高可能将来会得痛风 所以他就开始注意了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他发现他没有得痛风 他就又放松了警惕 不再把这个血尿酸高当回事了 那直到近期 他体检呢 发现肾功能出现了异常 出现了肾功能不全 那这个时候他又开始着急了 所以来看病了 所以这个例子呢 其实提示给我们的是 这个血尿酸高 不仅仅跟痛风有关 其实它还可以伤害我们的内脏 而肾脏呢 就是最容易受伤的器官之一 您这个病例 真的是给很多尿酸高的朋友们 提了一个醒 因为得了尿酸高的这个症状之后啊 可能很多人关心的是 哎 脚会不会疼 或者有没有一些痛风时的出现 真的是把肾的损伤给忽略掉了 那为什么这个尿酸高 还会破坏到肾呢 您好好跟大家说一说 好的 那就是高尿酸 它的一个危害了 那为什么这个血尿酸高 会伤害我们的内脏呢 其实这是因为如果我们的血尿酸水平特别高的话 它会超过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个溶解度 那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红色的是血细胞 这个黄色的呢 就是我们的尿酸盐结晶 那它的浓度如果过高的话 就会在我们的组织脏气中沉积下来 这就好比我们去冲一杯糖水 如果我们往杯子里不断地加糖 这个糖太多了的话 它就不能够溶解了 它就会在杯底沉积下来 那尿酸高也是这样的一个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那它不能够溶解之后 它会随着血流沉积在我们的组织器官当中 那肾脏呢 它是我们的一个排泄器官 排泄废物的 那血流也非常丰富 所以呢 尿酸它随着血流到肾脏的时候 可以在肾组织沉积下来 可以伤害我们的这个肾脏 那它还可以聚集形成肾结石 那么结晶还可以引起肾小管的堵塞 所以它可以引起急性肾损伤和慢性肾损伤 患者可以出现像血尿 蛋白尿 肾功能不全 肾积水 等等 所以要格外地关注自己的肾脏 其实现在呢 咱们常说三高三高 但是别忘了还有另外一高 现在已经叫四高了 这高呢就是尿酸高 所以请贾医生再次强调 您今天带给大家的健康忠告 我带来的忠告是 小心高尿酸也会伤了肾 好 接下来进入到随堂提问环节 高高 我有问题 就是刚才专家说的这个尿酸高 我有 平时饮食习惯的也是 喜欢吃点小海鲜的 或者有时候时常的喝上小二两啊 可是问题在于 我身边好多朋友 比我胖的也有 比我能吃的也有 他们吃海鲜喝大酒 比我吃的多喝的多 为什么他的尿酸不高 我怎么就高了呢 这尿酸挑人是吗 你这心理不平衡啊 对啊 凭什么呀 好 我们来看看云生的问题 同样吃海鲜喝啤酒 为什么有人尿酸高 有人却啥事没有呢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 被问的也非常多 因为大家可能都听过 这样一个说法 说痛风是吃出来的病 这是说明大家对于饮食 是非常重视的 但是刚才这个提到的问题 其实就告诉我们了 饮食只是高尿酸的原因之一 它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那我们的尿酸水平 高和低到底是有什么决定的呢 那其实这里面 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就是尿酸的生成 如果尿酸生成的多 我们的血尿酸就会高 另一个原因就是尿酸的排泄 如果你尿酸排泄的少 我们的血尿酸水平也会高 所以刚才提到的饮食原因 其实是一个生成原因里的一部分 那生成其实也有两部分原因 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的内原性的生成 跟饮食没有关系 是我们人体新陈代谢 自然产生的尿酸 那有些人呢 他自己由于遗传的原因 他自己产生的尿酸就是增加的 所以他的生成就会增多 那另一个生成的原因就是外原性原因 就是刚才提到的 我们从嘴里饮食吃进去的 这也是一个导致尿酸生成 就是吃进去的高飘零的饮食 导致了尿酸生成的比较多 还有一个就是排泄的原因 我们的尿酸排泄主要通过肾脏 所以尿也排泄 所以如果肾脏排泄尿酸少的话 我们的血尿酸水平也会高 所以这就好像打一个比方 这就像我们的一个水池子 这个水池子就是我们的体内的尿酸池 那上面有两个水龙头 一个水龙头是我们的 新陈代谢生成的尿酸 一个水龙头是我们吃进去的 高飘零饮食生成的尿酸 其实这两个水龙头呢 饮食只是其中一个 而且是比较细的一个 更粗的水龙头是我们的 新陈代谢产生的尿酸 内原性的原因 其实更占主要地位 那么下面呢 这个水池子还有一个排水道 也就是我们肾脏排泄 如果上面进入的多 或者下面排泄的少 那么这个尿酸池就会升高了 所以这个解释刚才 我们嘉宾的问题 你同样是吃 但是你的原因可能不在这儿 可能是在另外的方面 这事我跟你说 现在可能招不起来这个集了 为什么 这出生的时候 眼睛大小都已经决定了 可能身体的基础啊 就是在胚胎形成时期 就已经奠定了基础了 现在想改确实还有点难 等待以后基因技术 更强大一些的时候再说 但有一个口 咱们是可以控制住的 就是吃的这个进口 咱以后就少吃一些是不是 就能够更好的来控制它了 再有一个就是找到 我们专业的医生 来管理自己的尿酸膏的问题 好 那其他的两组嘉宾 谁还有问题呢 报告 我有问题想请教专家 我那个也是在一次 那个体检的时候 发现了有那个尿酸膏的情况 然后我就去医院看了一下 大夫呢建议我呢 改变我的这个饮食习惯 但是我呢 怎么说呢 我比较担心 就是说那个通过改变饮食习惯 一个是比较麻烦 在一个时间很长 用不用就是说尽快地吃药 然后把那个尿酸 尽快地给它降下来 想跟专家了解一下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何叔叔关心的问题 尿酸膏应该马上吃 降尿酸的药吗 简单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是的 我们的高尿酸血症 现在非常常见 人群中的发病率非常高 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 原来说呢是中老年人 那现在已经像青少年发展了 对我们有些中学生 就是尿酸膏来就诊的 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 所以对于高尿酸来说呢 我们是要分层治疗的 对于不同的这个高危因素的人群 对于不同血尿酸的水平 以及对于不同的 是不是有脏器受累 以及这个心脑血管病的家族史等等 我们要给患者呢 进行一个分层 那简单的来说的话 那么对于高尿酸血症来说 我们首先推荐的是非药物治疗 也就是刚才提到的控制饮食 控制饮食是非药物治疗之一 那其实其他的非药物治疗 还包括改变生活方式 运动啊 对改变生活方式 改善饮食 同时呢要同时治疗这种和平症 比如说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肥胖 减重等等 那么当然饮食是其中 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因为刚才提到了嘛 这是我们的一个入口 对 是我们的高尿酸的一个入口 那么有一些病人呢 在这个非药物治疗的基础上 尿酸仍然是高的 而且呢我们会判断 它的这种高 对内脏的伤害的可能性比较大 比如其实除了肾脏以外 其实它可以引起心脏的和血管的受累 像这个高血压 还有这种冠心病 还有像胰岛素抵抗 还有这种脑血栓 其实跟高尿酸都有关系 那我们会评判所有的危险因素 如果觉得这个患者 是具有高危险因素的时候 我们降尿酸就会积极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考虑加降尿酸的药物 还有就是如果你已经有痛风发作了 就刚才说到的这个关节突然间出现的红肿热痛 有过这样的一种情况的发生了 而且每年可能已经有过两 这个每年两次以上的 这种情况下我们降尿酸也会比较积极 可能会加用降尿酸的药物 那还有就是尿酸水平特别高 比如超过了540 540微膜以上的时候 可能我们也会相对来说积极一些 所以这是我们 总的来说就是在非药物治疗的基础上 在评价这些风险之后 我们给予一个比较合理的降尿酸治疗 所以还是要听医生的话 这个还是要综合判断的 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明白了 所以大家看 今天是三位医生带我们走进了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 也让我们对于风湿免疫类的疾病 更加地了解了 听完之后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针对身体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症状 您千万不要默不关心 但是也不要过度地害怕和担心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出现的这个问题 也许并不是风湿免疫科的疾病 第二如果真的是风湿免疫科的疾病 我们有非常优秀的专业的 医生的团体 专家团体 是可以帮助大家很好的控制症状的 但是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一定要做一个好病人 积极地来配合医生 听医生的话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 来自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风湿免疫科的三位专家 带给大家的健康忠告 那么看完电视看直播 有问题就直接问专家 也欢迎您下载央视频 关注健康之路 在央视频上的直播 感谢我们所有嘉宾们的参与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再见